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我来给大家讲解React的路由 路由指的就是根据UIL的不同显示不同的内容 比如说我在简术的首页它显示的是首页 当我点击历史 UIL发生了变化 它的内容就跟着变了 这就叫做路由 那在React我们的项目之中呢 以访问首页或者访问detail页面 大家可以看到它显示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希望你访问首页的时候 下面的内容显示的是首页 访问详情页显示的是详情页 我们就需要使用到React之中的路由 怎么来用呢 我来带大家先来安装一下React之中的路由 在命令行里面 我们运行 yarn add react-router-dome 这是最新的React路由的第三方模块 它也是ReactRouter 4.0的一个版本 好 安装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重新启动一下我们的项目 我们来看我们怎么做我们的路由功能 打开我们的代码 进入到我们的app.js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DOT组件里面只有一个header 我希望呢 访问首页的时候 除了显示header 还把首页显示出来 访问详情页的时候 把详情页给显示出来 怎么做 我们这样来写 import import browser history wrought from react-router-dome OK 然后我们看啊 我们在这里这么去写 browser history 表示这里面的内容我们要使用路由了 怎么用呢 这里我们写一个wrought pass等于 当你访问跟路径的时候 我希望你显示出一个 home 手印 这里它支持一个render函数作为它的属性 表示它要渲染什么 我们呢就渲染一个 DIV就好了 这里函数返回的就是一个home 在下面我们再加一个内容 好 当你访问detail页面的时候 我让它渲染的是detail 保存一下 我们到页面上 它会报错的 刷新 大家来看啊 它说 browser history 不存在 这块呢我们写错了 这不是browser history 应该叫做browser router 我们替换一下这块的这个组件名字 保存 回来刷新 大家可以看啊 它说 react里面的children呢 只能有一个元素 那这块错误在哪呢 其实provider里面的东西啊 我们最好啊 在外层给它包一个DIV 保证provider里的内容啊 都在一个标签里面 这样的话 刚才的那个错误就不会出现了 我们保存之后呢 再回到页面刷新 它又说 router里面只能有一个children 那怎么做呢 这里我们用了一个browser router 它里面呢 只能有一个children 所以这块我们再给它报一个DIV 就OK了 保存一下 我们回到页面上 刷新 大家看啊 当我访问首页的时候 现在显示的是不是home呀 当我访问detail页面的时候 诶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显示的是home和detail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到代码里来看 我们看啊 当你的路径是detail的时候 大家想一下 和这个pass里的路径符不符合 反斜杠detail其实也包含了跟这个路径 所以它俩呢 能匹配上 那么你home就会显示出来 同样 反斜杠detail和下面这个反斜杠detail 也能匹配上 所以当你访问反斜杠detail的时候 home和detail都会显示出来 当你访问根路径的时候 根路径是可以和这个匹配上的 但是它和detail匹配不上 所以你访问根路径的时候 只能看到home这个内容 但我们希望啊 当你访问detail的时候 你只能看到detail 不要看到这个home 怎么办呢 也非常的简单 你只需要在这加一个exact就可以了 在下面呢 也加一个exact 好 它的意思是什么 只有你路径完完全全的跟跟路径相等的时候 我才显示home这个内容 当你的路径完全和detail相等的时候 我才显示detail的内容 代码这么写 我们回到页面上刷新 你访问detail显示的是detail 访问首页的时候显示的是首页 大家来看 react之中的路由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其实它就是根据url的不同 显示不同的内容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大家加油